徐明出生在大連一個毫無背景的普通農民家庭 然而機緣巧合二十幾歲時 他結識了薄熙來和古開來 在大連創建了石德集團 僅僅十來年他便繼身扶布斯中國富豪榜 旗下行業涉及足球 地產 能源和資本運作 然而隨著薄熙來和古開來的被捕 一切在2012年戛仍而止 曾經幾次大難不死的徐明 卻在行慢釋放之前突然心機梗塞 病死在獄中 終沒能活著走出那堵高牆 更不可思議的是 在他死亡5小時之後 屍體便被火化了 給外界留下諸多的猜測 難道是殺人滅口 如果是 誰又是兇手呢 究竟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要被掩蓋呢 大家好 歡迎來到微語看世間 我是陳薇宇 今天我們來講一講 徐明之死背後所掩蓋的驚天秘密 大家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會在每週一 三 五 週六或者週日更新節目 將更多紅潮密文和中共歷史真相分享給大家 在農村長大的徐明 高中畢業後就去沈陽航空工業大學學習國際貿易 畢業後 在裝核工業品對外貿易公司 謀得了一份賣對蝦的工作 主要是向日本出口對蝦 之後他雖然也成立過自己的海產公司 但是生意並不成功 後來他認識了一名美籍臺灣商人 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華爾街日報曾經報導 1992年 石德集團成立 一名美籍臺灣商人 把徐明介紹給了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 和他的妻子谷開來 徐明和他們的關係密切起來 1992年成立的其實是石德集團的前身 大連石德機械化工程公司 由徐明所在的裝核式工業品對外貿易公司的老闆 與香港橫河機械公司聯手成立的 楊新浦任董事長 徐明任副董事長和總經理 徐明先認識的是谷開來 此時薄熙來在大連正大興土木搞政績工程 谷開來在庭審中證實 他在90年代初就認識了徐明 他說 這個人我們印象始終非常好 我本人對他也是有很好的印象 也是通過長期的觀察 覺得他比較厚道 比較懂事 沒有一些商人那些氣息 當然 他原來也不是什麼大的商人 所以比較信任他 有一些交往的時候 他有一些比較便利的條件 比如買飛機票 訂國際機票 訂個位置 他有專門的辦事機構 比較方便 我們也不見外了 這樣形成了一個習慣 博古開來覺得徐明厚道和懂事 是因為他會投其所好 古開來想把兒子薄瓜瓜送到海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就給他們買機票 支付薄瓜瓜的信用卡賬單 為古開來在法國購買了320萬美元的別墅等等 是他們的錢袋子 他親自陪同薄古開來和薄瓜瓜到英國去選擇私校 古開來對徐明的表現非常滿意 向薄熙來推薦徐明說 要是有事情可以找徐明去辦 比較牢靠的一個人 大連實德機械化工程公司 因此就參與了大連城市建設的多個土石方工程 包括勝利廣場 徐明見薄熙來青睞塑鋼建材 便投其所好 於1994年8月成立了大連實德塑膠有限公司 貸款1.2億元 一口氣從德國引進了12條塑鋼生產線 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噸 成為全球最大的塑鋼生產商之一 1996年 大連市以市長令的形式下達文件 要求大連市30多條主幹線兩側的建築 以及近200個新老住宅小區 全部使用或者改用塑鋼門窗 市政府不光以行政命令推廣使用塑鋼窗 還從經濟上提供支持 政府對於幹線兩側的老房子改塑鋼窗的機關單位 居民樓分別給予補貼 徐明迅速發家 三年間 實德塑鋼的產能擴大了近乎10倍 到了1999年的時候 年僅28歲的徐明就成為了福布斯富豪榜上 中國最年輕的符號 薄熙來在一份交代材料中曾經寫過 徐明為我家為股開來 尤其為薄瓜瓜在國外留學提供了大量資助 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交易 即我幫了他快發展 他則幫我帶孩子 1995年大連時德集團成立 到1999年董事長楊新普去世 徐明設法獲得了實德集團所有的股權 成為了大連實德的真正的掌門人 不僅為博家人海外的開銷買單 也為薄熙來引進外企 這一年 大連又有了一家全球最大的工廠 那就是來自德國專門塑化屍體標本的 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連公司 專門進行屍體加工 薄熙來為了攀上中共權力巔峰 緊跟著江澤民迫害法輪功 1999年8月 江澤民視察大連 根據薄熙來最信任的司機王某某的披露 江澤民非常明確地對薄熙來表示 你對待法輪功應該表現強硬 才能有上升的資本 之後薄熙來任職的大連和遼寧省 成為了迫害法輪功的急先鋒 薄熙來夫婦在全國首先犯下了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販賣屍體牟利的滔天罪行 2003年 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 成為了全球最大的人體標本基地 供世界各地展覽或拍賣獲取暴利 一具完整的人體標本可以賣到100萬美金 而大連人體標本工廠 至今仍然無法交代幾十萬具屍體的來源 可薄熙來卻授予哈根斯大連榮譽市民的稱號 根據海外媒體大紀元報導 古開來就是大連屍體加工黑幕的罪魁禍首之一 他的罪行涉及和薄熙來在大連從事器官販賣 火體摘除器官和非法販賣屍體等 薄熙來心腹王立軍 英國人海武德等人都曾介入 海武德最終被鼓開來 毒殺滅口 關於海武德之死 我們會在後面進一步說明 我們繼續來說一說徐明 被稱作是萬達教父的王健林很喜歡足球 其實王健林的大連萬達足球 以及王健林的致富之路都離不開薄熙來的扶持 薄熙來給王健林大量的土地 還有土地房地產的特殊優惠政策 王健林不僅挖到了第一桶金 完成了原始積累 還完成了由零到百億的發家史 而萬達則幫薄熙來創造GDP和政績 以及其他好處 古開來毫不避嫌地出任了萬達首席法律顧問 因此大連人說 萬達王健林其實是薄熙來的商業夥伴 根據官媒報導 薄熙來一直想當一個足球市長 足球在大連成為一項政績工程 1994年 大連萬達足球俱樂部成立 在中國足球職業化的起步階段 王健林使用的方法其實很簡單粗暴 那就是燒錢 用錢和獎金來激起球員的鬥志 據說1997年 王健林以220萬元的天價 從八一隊挖來郝海東 郝海東放棄軍人身份後 月薪高達3萬 2001年 徐明正式接管大連萬達足球 按照王健林自己後來說法 我在退出足壇的前兩年 已經明顯感覺到賭博行業滲透進來 我還找過當時體育總局的主管領導反應過 堅決要求和公安聯手打擊 但很遺憾 都沒有被採納 但是更廣泛流傳的一種說法是 萬達集團資金鏈斷裂 王健林搞足球已經力不從心 跟大連社領導的摩擦已近公開 古開來在庭審中證實萬達鬧情緒 薄熙來一手促成了徐明接手 大連人都知道 徐明買下萬達足球俱樂部 並且改名叫做大連時德俱樂部 其幕後操作者和後台大老闆就是薄熙來 大連時德的水實在是太深了 是市長足球體制下的怪胎 在幕後老闆的默認下 徐明開始操縱中國的足球聯賽 並且涉嫌踢甲球和賭球 他甚至在澳門搞境外賭球 每次都涉及上億的資金 有消息透露 徐明在被關押中交代 在薄熙來指使下 操縱足球搞黑哨黑球 為大連構架石德系 徐明還供認 薄熙來指使下 徐明和澳門賭車行業勾結大筆的洗錢 賭資被薄熙來鼓開來提成 轉移到他們境外指定的賬戶 雖然相關部門追查過徐明的賭球問題 但是當時周永康的秘書余剛 出面保下了他 隨著薄熙來從地方調到中央 主管商務部 再到成為重慶的一把手 徐明的石德集團也跟隨他的軌跡 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 並且涉足重慶的多個暴力產業 成為薄熙來最大的白手套 現在這個社會想良心的生意人 已經快找不到了 有一位韓國女子 十年前患子宮肌瘤身體虛弱 手無腹肌之力 完全沒有辦法繼續做家務和照顧家人 於是他就自製了一種黑身來服用 很快他的身體就恢復了 現在是滿頭黑髮臉色紅潤 那他好了之後就想讓更多的人受益 於是就開始種植和製作黑身 就是這個 大家看 這每一盒呀 裡面有15根黑身 這個在古代呢 是只有士大夫階層啊 才能夠吃得到的 大家看每一根呢 都是根需飽滿的六年根 差一年呢都沒有這麼好 因為他是自己種植了5000坪的高麗生 然後每塊田來交替採摘 確保是六年根 每一根啊都是生意人的良心 採回來之後呢 還要經過九針九鋪 然後剛採回來的人參 大家都知道是白色的 那黑身呢 它是經過加工的 是越黑越好 因為黑身起作用的這個灶帶含量呀 是紅身的八倍以上 但是要達到這麼黑的程度呢 要經過九次相同的工藝 我知道有些朋友呀 不喜歡吃人參 覺得人參火氣太大 但是這個黑身呢 他沒有這個擔憂 因為黑身它是經過製作加工之後 變得非常的溫和 適合所有年齡的人 如果你不喜歡人參的苦味呢 也不用擔心 這個玄寶黑身呢 它是用野生蜂蜜 獨家秘制而成的 打開就可以吃 他們家還有黑身口服液 那一根黑身的原參呢 相當於五到六代口服液的功效 對於增強免疫力和恢復健康 都非常有幫助 另外他們家還有純植物的魚油也非常好 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薦過 如果你購買任何的玄寶黑身產品 超過500元 那就可以得到一根獨立包裝的黑身 每一根都是精選的上好的人參 那我已經吃了一盒了 對身體恢復也很有幫助 有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點擊我們留言區的鏈接來購買 輸入我的優惠碼 WY2023可以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祝大家都擁有健康的身體 2007年底 時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 經過徐明的介紹 與谷開來結識了 當年谷開來身體不適 醫生發現 在其服用的蟲草膠囊中混合了千拱 谷開來指控有人投毒 被稱作1206案 但是辦案人員遲遲找不到兇手 谷十分不滿 於是徐明推薦王立軍來辦理此案 王立軍很快就處理了 谷開來的司機 得到了谷的賞識 2008年6月 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 頗受當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重視 而王立軍的一個直系親屬 調北京工作 沒有房子 徐明就以其岳父的名義 出資285萬元 為其在北京購置了兩套住房 王立軍曾當面向徐明表示感謝 此後的三年 王立軍的仕途通畅 從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 一路飆升至副省級的重慶市副市長 不僅成為博治理重慶以重的手下 也是博古家庭內務的重要幫手 谷開來供述 自1206案之後 他和王立軍關係良好 王立軍擔任了我的醫療組組長 工作之外也對我很盡心 我對他相當依賴 呱呱在美國的安保也是他負責 多家外媒曾經報導 谷開來經常被薄熙來報答和性虐待 再加上薄和其他女人的緋聞 谷開來患有抑鬱症 也和幾名男子保持不當關係 而據薄熙來自述 王立軍暗戀著谷開來情感糾結 他不能自拔 也向谷開來做了表白 這個他與谷開來寫信時 已經寫出來了 而且自己打自己八個耳光 還說谷開來和他是如交似妻 對他是言聽計從 那王立軍也通過和谷開來的交往 打入了我的家庭 而海伍德也是伯家的老熟人 人民幣的非法資金 中紀委也找過幾次海伍德 令薄熙來感到危機 於是親自下令殺人滅口 隨後便鬧出了大家都知道的巨大動靜 華爾街日報在一篇標題為 海伍德生命中最後幾個小時的文章中寫道 海伍德還警告他的一些朋友和商業夥伴 不要在電子郵件和電話中討論敏感問題 他曾說自己處在來自博家的難以承受的壓力之下 而根據英媒披露 谷開來當初就是在床上 向王立軍建議以涉毒案拘捕為名 來擊斃海伍德 而當時王立軍顧慮風險太大拒絕了 並為了自保暗中將兩人的對話進行了錄音 報道說2011年11月14日 海伍德被發現死在重慶南山麗井度假酒店 時任重慶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組織調查 迅速定論海伍德之死是因飲酒過量 並將屍體未經檢驗火化了 兩個多月之後此案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 2012年2月6日王立軍出逃美領館 揭露海伍德是被其上司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妻子 鼓開來主導毒殺的 在庭審中王立軍公認 自己因為海伍德案和薄熙來翻臉 並被薄痛打一拳 因擔心自己也被殺才出逃美領館 而大紀元和新唐人等中文媒體報導 海伍德是因為捲入薄熙來夫婦 在國際販賣器官和屍體等事件慘遭滅口 根據追查國際披露的調查證據顯示 海伍德是古開來 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販賣屍體的海外聯繫人 他們和哈根斯工廠合作 活摘器官之後 先賣器官再賣屍體 這個項目為博家掙了很多錢 海伍德向古開來索要自己的那份提成 而古開來擔心海伍德泄露了這個驚天黑幕 因為背後牽扯到江澤民利益集團不可告人的秘密 於是動了殺機 徐明被捕之後在獄中詭異死亡 北大教授賀衛芳在其微博以 活得張揚 判得詭異 死得神秘為題 發文指出 徐明是政商勾結的犧牲品 經問他突如其來的死訊 好生奇怪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受過審判 有吳律師不知道 涉嫌罪名不知道 哪家法院審判不知道 判處輕重不知道 是否上訴不知道 哪個監獄服刑不知道 官方在事發後幾個小時才通知家屬 徐明在凌晨上廁所時突發心肌梗塞 倒地而亡 徐明家屬稱徐明並沒有此病 還有知情人稱 徐明在獄中堅持每天跑10公里 花10萬元買書 更有人透露 徐明死前2個小時還在跑步 最令人質疑的是 徐明死後不久 便被迅速火化 按理 徐明作為全國性政治大案的當事人之一 官方應該明白 徐明的死極為敏感 理應更加慎重地處理其遺體 起碼驗屍查明死因 並且向外界公布相關的報告已示眾疑 但是當局如此的倉促 似乎在刻意隱瞞著什麼 到底是誰要置其於死地呢 大家如果心中已經有答案 歡迎在留言區選擇你的答案 A 薄熙來 B 江澤民 如果你有其他答案 也歡迎在留言區寫下來 這個世界從來沒有永遠的秘密 神目如電 那些參與活摘器官的中共官員們 其實已經是活得惶惶不可終日 害怕自己的罪行被披露出來 好 今天我們的新聞故事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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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